我摇了摇头 道 你错了 如果在大学时代 你便了解我的为人的话 你便早已有了一个朋友了 或许是我的语音 十分诚恳 方天面上的青色 已渐渐退去 他已十分迟疑的眼光望着我 道 你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 我道 你应该相信我 至今为止 知道你真正身份的 还只有我一人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个秘密 我可以永远保持下去 方天双手紧张地搓动着 道 你 究竟知道了一些什么 或笑道 我知道你是来自别的星球 不是地球上高级生物 人 方天的身子又发起抖来 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或道 早在大学中 你血液的奇异颜色 便已经引起我的疑心了 方天沮丧地坐了下来 或又道 你不知道 在日本 我是受了人家的委托来调查你的 方天的神情更其吃鸡 道 受什么人的委托 调查些什么 或道 受你工作单位的委托 调查你何以再准备发射到土星去的强大火箭之中 装置了一个单人舱 我讲到这里 不禁猛地开了一下自己的鹅角 我其实不该问他是从哪一个星球来的 从他在准备射向土星的火箭中 装置一个单人舱这一点看来 他毫无疑问是来自土星的了 我抬起头来 向方天望去 方天也正向我望来 道 他们已经知道我的一切了 我道 我相信不知道 他们只是奇怪 你为什么不公开你的行动 方天突然趋前了一步 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道 魏斯里 你要帮我的忙 你一定要帮我的忙 我在他的手臂上拍了拍 道 我当然会帮你忙的 但是我首先要知道你的一切 方天待了片刻 道 我们不妨先离开这里 你要知道 我的事 我绝不想被人知道 为了掩护我的身份 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我点头道 不错 你曾经几次想杀我 方天的脸上 献出了一个奇怪的神情 道 你们以为杀人是极大的罪恶 但我却没有那么重的犯罪感 因为你们的寿命如此之短 早死几年 也没有什么损失 我听得方天这样说法 心中不禁斗地一呆 立即想起牧村姓工程师的话来 牧村工程师曾说 从别的星球来的人 对时间的观念 是以他所出生的星球 绕日一周作为一年的 方天级可能来自土星 而土星绕日的时间是地球的20倍 那也就是说 地球上一个80岁的老人 在他看来 只不过14岁的小孩而已 从别的地球下来自天级可能就 Koh